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公佈之前 我們爭取最後的機會 向財政司司長表達我們工聯會的訴求 我們希望新一份的財政預算案 真真正正可以為早打工子女 可以爭取他們應有的權益 大家都知道財政司司長早前都放了一些消息出來 可能這一份的財政預算案未必是會獲得所有香港人的認同 但是我們亦都需要再次向陳茂波司長表達我們工聯會的建議 我們是希望陳茂波在新一份的財政預算案當中 是可以勇敢地承擔他的政治責任 在這一份的新一份的財政預算案當中 它是需要聚焦救失業 大家都知道過去一年 那個的失業情況十分之嚴重 自從2019年6月黑暴之後 再在去年2020年1月開始的疫情 這一年很多的行業 很多的工友都因爲行業的問題 政府一些措施而令到他們失業 最新一份的失業率 失業人數的比率已經高達超過7% 失業人數已經超過25萬 所以救失業這個是這一份新的財政預算案當中 最應該聚焦的地方 我們工聯會強調救失業不是派堂 不是派堂 不是要在經濟好的時間 但是我們是共富貴 在這個這麼患難的時候 在疫情這麼嚴重 失業率這麼高 失業人數已經超過25萬的情況之下 救失業不是派堂 救失業是一個舒緩的措施 是政府應該要承擔一個責任 怎樣去輔助前線打工仔女 他們最基本的需要 雖然陳茂波司長都說要看送食飯 但是不能夠去用因為財困財赤 而不去派堂或者選擇有限 或者是看送食飯 救失業這個是打工仔女的救生圈 是最後一個政府可以是輔助 失業打工仔女他們一個措施 所以我們是建議政府 趁著在這個這麼危機的關頭 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當中 應該設立一個專項基金去救失業 這個專項基金 就是要撥出150億這個款項 去怎樣去幫助這班 過去已經超過一年失業的工友 怎樣幫助他們度過困境 大家都知道 新一份的財政預算案 是關乎未來一年 我們香港的發展 怎樣把我們的工廠有限分配到不同地方 令到香港得以發展 令到香港人可以在香港生活 享受到香港應有他們的福報 雖然是有財困財赤 大家都知道可能財赤這個赤字 可能遠比過去幾年更加高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香港我們那個財政是非常之穩健 過去這麼多年香港政府 在那個管理香港的公帑是有成績有目共睹 大家都知道我們的財政儲備是超過八千億 我們有錢是可以動用 是為未來的問題解決 這個是長期以來政府做到一個好成績 過去一個星期大家都見到了 我們的金融市場 恆辛指數也是升超過三萬一千點 但是同一時期大家不要忘記 我們香港的失業朋友 失業工友的人數也都超過二十五萬 這個是一個很實質的數字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救失業是一個重中之重的重點 在這份的財政預算案 必須要是有一些措施呢 是解決現在的失業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呢 財政司司長在這一份的財政預算案當中呢 可以設立一個專項基金 這個專項基金呢 是要救失業 而當中呢 應該包括呢 是撥出一百五十億 怎樣去輔助失業工友呢 是渡過困境